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开场好特别哦 怎么滴滴TY直接真人现身啊 TY戴上猫头套 我是直接变成猫 是要介绍猫咪类合组吗 因为本次开箱主题跟惠客室起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特别来复刻当时的开场咯 今天要来聊聊下周将在大萤幕压轴登场的漫威《惊奇队长2》合组 也堪称是猫奴必备的载具哦 影片开始之前 惠客室订阅起来 铃铛也别忘记点下去 本集合组开箱要特别感谢惠客室好朋友专心求与我们共同合作 这么独具风格的宇宙星级飞船 带来全新阶段的惊奇力量 三位女英雄展现强大实力 搭上飞船捍卫宇宙和平 2019年 在影迷面临萨诺斯坦指带来的绝望感的时候 漫威我们带来一位超强大的全新英雄 惊奇队长 由尼克局长化成粉末时手中掉落的BB Core当作影信 牵引出逆转终局之战的强大战力 当时乐高娃就曾经推出76127飞船合组哦 对惠客室来说也是回忆满满的哦 因为76127就是惠客室创屏的第一部影片呢 虽然影片看起来非常简陋 非常阳春 也还蛮不敢跟大家推荐观赏 但却是惠客室展开漫威故事开箱的关键点哦 回头来看还真的有点青涩跟尴尬 不过如果有持续在追踪的室友 希望能让你们感受到惠客室在硬体 以及文本上面的进步跟努力 四年之后 惊奇队长的续集将要在11月正式上映 惠客室当然来好好聚焦续集合组哦 虽然只有少少的420片 但却带来了全新的载具《星级飞船》 合组还可以看到电影三位女主角的身影 除了惊奇队长卡罗之外 从影集汪达幻世 以及惊奇少女加入漫威宇宙的莫妮卡与卡玛拉 他们受到光能量的奇妙缠结 似乎只要发动能力 三个人就会莫名其妙的互换位置 怪不得在惊奇少女影集的最后 卡玛拉一发工居然变成了卡罗 预告也可以看到三个人 因此产生了许多麻烦跟意外的交集 除此之外 还要应对克里辛革命领袖打本的无情袭击 76232《星级飞船》合组 就像先前76261《无家日最终决战》那般 单核就可以轻松入手本片的主角群全人偶 飞翔在璀璨银河的飞船 还能掀开把玩可爱的内装 虽然这一核没有反派人偶 但一次能收到全主角 内装还有呆头儿跟小猫咪们 虽然定价稍稍有点给他偏高 但还是非常推荐漫威迷入手的 合组名称The Hoopty 原本一直破旧的车子 从预告片里面能够看到他穿梭在银河之中 可能被惊奇队长卡罗视为流浪宇宙的牺牲之所 具有铁灰色泽的飞船 用许多圆弧零件形塑出沉稳的流线型外观 或许是呼应第一集电影中 卡罗意外坠落地球的时候 1990年代的车辆外貌 飞船前段装设长条橘色苍盖 细节贴有器械的图纹 飞船侧底部附带零件坦射装置 尾端以斜角的方式装设两枚蓝色的能量推进器 将橘色舱盖掀起 就可以进入星级飞船的内部 驾驶舱安排了三个座位 让女力主角群能够各就其位 仪表板罗列的复杂的操作系统 投影萤幕能够检查星级飞船的状态 另一边这位通尼克福瑞的来电通知 在预告中 能够看到船舱里面摆满卡罗的生活用品 通讯装备以及实验器材 尾端有一张白色的床架 长台上摆着一架真型显微镜 重得多彩多姿的星级直载 不知道会不会有史克鲁尔的空气凤梨 山多米丽卡呢 桌上另外一部投影萤幕 正在观察某个星球资讯 还有一把外星能亮枪 可能是星级对战之后的战利品 一张可能是怀旧金曲和其CD 小红杯旁边放着可能是咖啡豆的黑罐子 预告中能够看到呆头儿猫咪会自己冲泡咖啡 说不定可以把10325高山旅舍的咖啡机搬来船舱里面也很适合哦 星级飞船不知道跟史克鲁尔人或是尼克弗雷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不过作为主角三人组的宇宙交通工具 在新剧及电影中应该也会有不少的戏份哦 介绍完了星级飞船 来看看即将搭乘的人偶角色吧 首先这位大家一定不陌生 她是卡罗过去在美国空军的好友 玛丽亚兰博的女儿 被卡罗昵称为小顽皮中尉的莫妮卡兰博 她在汪达幻视影集中 以天剑菊特工的身份回归 来到纽泽西的西景镇 却不慎被扯进立场 成为汪达情境剧的邻居之一 当她讲错话惹怒汪达被轰出西景镇的时候 魔法悄悄改变了体内的细胞结构 后来她徒步穿越时 体内的改变被强化了 让莫妮卡能看到事物散发的电磁波谱 自己更变成光的一部分 成为漫画中著名的女英雄光子 也在影集最后受到史克卢尔探员征召 前往宇宙中的神刃太空战 莫妮卡在2021年漫威影集 丑丑乐首度被人偶化 这次新人偶同样顶着大卷发 扬起自信微笑 服装依循一罐黑白灰基础色调 换上更俐落的战斧印刷 胸口天剑局图案换成光能源标志 但跟星际异攻队的图案也还蛮相像的 在失控的多重宇宙中 妈妈玛丽亚成为了838宇宙的惊奇队长 现在在主线故事里 莫妮卡也将跟卡罗修复关系 继续捍卫宇宙和平 再来这位是从同名以及跨足电影的新英雄 在影集故事中 住在泽西市的卡玛拉·克汗 是惊奇队长的大铁粉 某天外婆借来一只神秘的手镯 让卡玛拉戴上之后 居然产生能将光线物质化的奇妙能力 还能够透过光线结晶化来放大自己的拳头 借此战胜了图谋不轨的隐秘族 卡玛拉也从英雄迷妹 晋升成新一代的青年英雄 惊奇少女 甚至还被揭露血统中蕴含了变种基因 没想到 她的能力却莫名跟光子 还有偶像惊奇队长产生残戒 发动时会让彼此互换位置 从预告来看也是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虽然在两代漫威影集抽抽的缺席 但惊奇少女卡玛拉 直接在电影合组中登场 先前乐高曾经推出过惊奇少女的人偶 2017年版人偶通过上升的特殊零件 呈现延展的超能力 全新的MCU版人偶 使用同款的蓬松长发 巴基斯坦1的焦糖肤色脸上 带有看到偶像的开怀笑容 身穿由妈妈慕尼巴制作的英雄战袍 胸口的闪电图纹 来自影集中因战斗而断裂的名字项链 阿拉伯文的卡玛拉 断掉刚好形成S字样哦 虽然美美的战袍印刷延伸到了脚上 但其实看过影集的室友都知道 卡玛拉的能力启蒙其实是那只神秘的手环 这次人偶手臂上居然没有任何印刷 希望未来能够印上手环的图案 女力天团最后一位 就是我们电影主角 惊奇队长卡罗丹佛斯 在与克里人追击的过程中 宇宙魔方驱动的超光速引擎爆炸 让他获得了魔方的强大超能力 在第一集中 吸手尼克弗瑞以及好友玛丽亚兰博 战胜邪恶的克里星际部队的追击 协助使克鲁尔人寻找新家园 进而在宇宙守护和平 在无限之战后 拯救了漂流宇宙的东尼以及聂布拉 随后在终局之战中 奋力迎战萨诺斯的强击 一拳打爆圣域二号飞船 在战后也成为全新复仇者的一份子哦 惊奇队长卡罗丹佛斯 先前就具有许多版本的模样 也是超级英雄人偶中 发型最多变的一位 续集合组的新人偶 再度披上电影中的专属战俘 新人偶将金发留长并且旁分 延续先前的自信微笑脸庞 转过来是奋力战斗的模样 经典的红蓝配色战袍 有了全新的线条印刷 胸口中央仍然保有从克里星际部队 就存在的星星土灰哦 卡罗在上期的片尾 发现十环内藏有信标的秘密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甚至在近期的秘密入侵影集中 都没有出手帮忙老战友福瑞 能力也随着萃取DNA 被复制转移到加雅身上 实在是非常好奇在年底的续集里 会怎么交代旌旗队长当时的行踪呢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只堪称电影 最佳MVP的呆头鹅 它原本是属于一种叫做弗莱肯的生物 在超可爱的猫型外表下 其实是一只带有许多恐怖触手的宇宙怪兽 能够将敌人或是物体 吞噬到体内的异次元空间 在电影中呆头鹅更用这种能力 将宇宙魔方带回到了地球上 漫画中它被卡罗称为阿丘 因为卡罗是星际大战的粉丝 就用了丘巴卡的昵称来替它取名 电影则是致敬了阿汤哥在1986年的作品 《汉味战士》 以剧中主角彼得的好伙伴 尼克的称号来称呼哦 虽然有着猫咪造型的可爱外观 但在2019年SDCC的限定盒组中 藉由植物触手以及撩牙零件 利用错位的方式来呈现呆头鹅发威时的恐怖模样 而这一次除了呆头鹅之外 核组还加入了两只小猫咪 让人想到预告中奔驰而来的猫咪们 无论是电影或是核组 这一艘星级飞船都带来满满的猫咪 所以才会说这是猫奴必备的宇宙飞船哦 以上就是我们76232惊奇队长 星级飞船的核组故事开枪 后时的全新飞船 搭载新组成的英雄女团 穿越宇宙 迎战潜伏多时的强悍威胁 在续集上映之前 透过这款核组 马上就能集结三位强大的女英雄 当然还有最可爱 又不容忽视的呆头鹅 有猫就给赞啦 本期感谢昌旭 出界收藏的人偶角色 影片都要归功于客串收藏的贵宾 让会客室能够更加的充实完整 星级飞船你最爱哪个细节呢 三位女英雄 你最喜欢哪一位角色啊 都欢迎留言跟会客室分享哦 若想看待更多高相关的介绍与故事 按赞订阅小铃铛 记得帮我们用力的点下去 旌旗波动绽放光芒 打破能量缠结 携手捍卫宇宙和平吧 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小铃铛